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扎进 这个星期出访中东 协调停火指线 推动和谈 美国也继续滑船 总统拜登和巴勒斯坦自治 政府主席阿巴斯通电话 强调会尽力防止冲突扩大 伊朗外长就和哈马斯高层会面 陈坚明报道 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扎进 在中央电视台节目就以巴局势 展述中方立场 重新外长王毅提出的四个要点 停火指线 避免人道灾难 推动冲突降级 和联合国发挥应有作用 扎进强调武力从来不是解决问题之道 以暴役步只会陷入恶性循环 巴以冲突仍在持续的升级 进一步外遇的前景 令人深感担忧 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就是落实两个方案 实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两个国家的和平共处 扎进会出访中东 协调各方停火指战 推动和谈 又说会协助仍然在加沙的 几个中国公民向南移 尽快撤离到安全地区 美国总统拜登自冲突爆发以来 首次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 阿巴斯通电话 拜登说正是协调各方 避免冲突扩大 两个人同意要维护西岸地区 以及整个中东的稳定 拜登在一个人道组织的晚宴上 再次批评哈马斯用平民做人盾 伊朗外长阿布图拉希洋 在卡塔尔和哈马斯政治高层 哈尼亚会面 哈马斯会后发声明指 双方继续合作 争取哈马斯的目标 各方有类尾巴冲突有扩大危机 美国防长奥斯丁宣布 派避第二艘航母艾森豪威尔号战斗群 到地中海 联合之前抵捕的核动力航母福特号战斗群 加强威慑 有线新闻 陈建明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访话 并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他认为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没有强迫别国 而是提供合作机会 参与国家可以互惠互离 普京启程前接受央视专访 说习近平提出救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倡议是这个理念的实践 也切合俄罗斯发展欧亚经济联盟的救赏 普京又形容习近平是真正的世界领袖 着眼长远考虑 是坚定 冷静 无实和可靠的伙伴 只要两人意见一致就能确保双方都遵守协议 海关是一个入境人士的电动轮椅 检获11公斤怀疑可卡因 市值大约1200万 涉案的电动轮椅在机场经X光机扫描的时候有可疑 海关人员检查发现 轮椅坐舰和椅背友重新缝合痕跡 后甲层藏有11公斤怀疑可卡因 一个51岁外籍男人涉嫌藏毒和运毒被捕 海关说他由加勒比海姓马丁出发 经巴黎抵港 声称轮椅是朋友借出供旅行时使用 我们相信被捕人士企图采取较迂回的路线抵港 以逃避海关的偵查 第二被捕人士将毒品收藏在电动轮椅的甲层里面 企图掩人耳目 加大了海关人员的执法难度 亦是近年手中航空旅客利用轮椅藏毒的案件 区议会选举提名期星期二展开 民主党早前说派出8人参选 最终公布只有6人出战 队友建制部将质疑他们并非真诚拥护新选举制度 主席罗建希相信党友符合爱国者治港原则 对于基本法里面它定义那个区议会的工作 一来我都同意的 它没有写明那个叫区议会 那是一个地区咨询的架构 去提供意见给政府 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从来都没有反对过 我自己由2007年那届开始去参选 去到现在我相信我在区议员的岗位也好 我不是区议员的岗位也好 我做的工作其实都是希望在地区一些不同的议题上面 去提一些意见 希望可以改善到地区里面的一些市民的一些日常生活 三选的6日包括罗建希和副主席五海恩 将会出自南区、中西区、东区、游尖望和观塘 罗建希说近日向选官会申请地区委员会界别选民的资料 再有全名和地址 将会联络他们争取提名 他不评估入閘机会 至于民建联派出超过100人参选直选和地区委员会界别 主席陈克勤说 党内三会成员会提名爱国、爱港人士 不需要请示中联办 何软仪报道 民建联星期一开中委会将会正式通过过100人的区议会参选名单 陈克勤说95%的参选人有大专以上学历 有工商专业背景和35岁以下亦超过三成 四分一人是首次参选 44区直选都会有人上阵 我们在离定这些原则的时候 其实是从民建联自身的出发 从选区的出发 从选民有一个最好服务的角度去出发 我们就没有跟其他政党去做一个讨论 在座所有的立法会议员已经下水了 另外我们也会邀请我们一些元老级的人马 我们的顾问 譚先生、李慧琼常委、谦哥 有一些地区选举工程会有很大的难度 所以我们也会特别地成立一些专案小组去负选 民建联最高峰在区议会有大概130席 陈克勤说今次没有定下目标 但是会争取最多议席 党外的三会成员手握提名权 被问到要不要请示中联办才提名 陈克勤说没有这样的需要 家人民建联 他对于爱国、爱港、爱国者的原则 是非常之清楚 也都是在这方面的理念是非常之清晰 我们是不需要有一些额外去请示某些人的动作 有些派别 他一方面攻击这个区议会新的制度 一方面反对他 另一方面你又很想参选的话 这方面其实是很矛盾的 也看到他们都不是诚心总部这个新的制度 如果他在议会里面根本就是把议会平台搞到很政治化 在拿来做反中乱港的平台 你问我这些人再去拿提名 是否能够说服到三会的成员 他们真是爱国者 真的会给他提名呢 我觉得就很诚意问的 新一届区议会恢复委任议席 民建联络会推荐合适的专业人士给政府考虑 有线新闻何远宜报道 回来新闻时间 近年越来越多海外和香港歌手 在澳门举行演唱会 又综合娱乐发展商说 要扭转澳门只有博彩的形象 澳门旅游局说 博企要履行承诺多元发展 表演博彩和旅游也有协同效益 徐炳熙在澳门报道 香港歌手MC张天赋 首度在澳门举行演唱会 这场演唱会票价分四级 由588元至1388元 为过他在香港鸿馆 一月演唱会卖480元至1080元 捧场的有香港人也有内地人 今早早来 小小几段路塞车 所以三个小时左右 为什么今次会特意来澳门 去演唱会 因为我觉得这个场很好 好在哪里 比较小一点 可以近一点看到MC 香港那个是比较难唱一些 因为尝试香港唱 应该只能唱到单丁一张 就自己去看 应该香港唱不到才会来澳门 香港都是第一项目 提供场地的机构说 復常之后的演唱会场场爆满 张学有更加加场一倍 开足12场 破纪录卖超过10万张门票 下个月还有外国组合Westlife 令到大家对澳门的感觉不同了 譬如我们有很多朋友 在周边地区 周末的时候他会过来澳门 吃点东西 看看表演 扣物 不只是博彩那样东西 我想当这些节目 越做越好 越做越多的时候 他的品牌的效应 就会出来 是一个新的澳门品牌 王英偉说 非博彩收入目前占 整体收入三成 期望演唱会等新元素 带多些旅客来澳门玩 亦都大旺博彩业 他又说澳门的优势是长地多 吸引表演者过纲演出 澳门路由局估计 演唱会比起疫情之前 增加了好几十倍 相信亦都和去年 重新竞投博彩牌照有关 其中的条件是 要发展非博彩元素 六间博企承诺 十年投资超过一千亿 戏曲类型的这些 都可以来到澳门演出 大家都会有多些追求 甚至是多些选择 接下来我们都见到 音乐节也会是一个 几大的澳门每一年 非常大的一个项目 今年都除了我们的传统 会有歌剧 会有一些管弦乐的演出之外 今年也有一个主打 就是我们日本的九石阳大师 来到澳门的一个三场演出 在未来来说 我们都会朝着这个方向 更加国际化 更加多元化 让我们的观众 可以真的找到 他们想要的一些东西 有线新闻 徐永熙在澳门报导 本港就有多间博物馆 配合夜宾分 延长部分日子开放时间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 杨润雄说 艺术馆、科学馆和太空馆 11月底之前 逢星期五、六、日和公众假期 延长开放至夜晚10点 星期六晚有特别活动 太空馆提供天文望远镜 给市民观赏维港升光 艺术馆就与香港电影资料馆合作 播放爱情电影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 许正宇表示 政府期望年底之前 受打风开市方案咨询市场 认为改善市场制度 有助本港提升竞争力 正和港交所加紧推进 惡劣天气之下 港股照常营劫的安排 目标是年底之前提出具体方案 大家看到是越来越需求更大的安排 而且从国际金融中心的角度 我们也必须持续提升竞争力 交易制度的优化或提升 是必须做的 先问一下 就是如果打风开市 有很多不同的问题要协调 例如结算问题 这些等等不同的问题 政府有没有想过如何配合它 这个正正是我们在推出市场 这个资讯文件之前 一直以来做的功夫 包括我们跟交易所 我们跟银行业界 政策业界 相关的立法会的代表等等 都是不断去沟通 希望做到一个 像你说的 是兼顾到各方面的一个方案 去以资产平台JPEX引来满城风雨 许正宇认为 事件更加特显监管的重要性 不会动摇当局的发展异向 不单只考虑了反世次的风险 也不单只考虑了 这些恐怖分子的集资风险 也考虑了金融稳定 和投资者的保障 简单而言 例如我们要求这些平台本身 它要将自己的资产和客户资产分开 变成有什么事的时候 能够分割来处理 同一时间 这些平台自己 都不能够参与自己平台里面的交易 来防范一些所谓的利益冲突的情况发生 所以其实种种 我们都是考虑了投资者的保障 不过现行的投资者赔偿基金 不会涵盖虚拟资产 他正于解释 因为在证券及期货条例之下 赔偿基金只会保障交易所上市产品 但强调在虚拟资产法牌制度上 所有持牌平台都必须加设保障投资者措施 有线新闻 阮子冲 报道 到时人追求健康饮食 由初创企业以专利的食品科技 利用超级食品 苦坚果 生产食物奶制品 为消费者提供有型选择 同时希望带出减碳和环保的信息 勾迅希普道 这杯雪糕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 质感和普通雪糕没有分别 而这杯奶除了颜色比较深 味道上也和市面的豆奶差不多 其实这杯雪糕和奶都是植物食品 即是没有任何牛奶的成分 我们是由三种复合的原材料去做出来 包括有意物、大豆和腐肩果的原材料 做到像牛奶一样的顺滑 五加糖也有天然的甜味 除了提供更健康的食物选择 植物食品亦给玉堂不耐症患者 一上奶制品的滋味 马州区有九成人都有乳糖分类 我自己也是其中一个 乳糖的人 所以这个产品一定不会有乳糖 令它不会有敏感的情况发生 其次就是我们的雪糕 糖分比现有的牛奶的雪糕更低 因为植物的原材料 本身都会有天然的甜度 正如我们的雪糕 现在我们的糖分大概是2.6至3不等 比起正常的牛奶做的雪糕 可能是有15至18不等的糖分 而另外牛奶上面 它的糖分和腊的情况都是比较低 因为我们的苦兼果奶 我们是用一个复合配方 复合植物原材料的配方去做 所以它们会比其他的 二物奶的蛋白含量都会高 大概是50至30%的 除了产品的营养成分 陈嘉明的团队都希望更多人 可以在日常的餐饮中 品尝到他们的产品 所以在制作新款的植物食品的时候 都会考虑都市人的口味和饮食习惯 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一个科技 引领一个产品比以往更好 刚才说了我们是更健康 又是低糖低肋 低油脂的选择 低能量的饮食习惯之外 其实我们还可以有其他附加的 功能性的价值 这些就是正正可以令到 产品除了在味道可以保持 消费者在原有的风味之外 还可以有其他新的营养在里面 未来他们都希望借减经验 开发更多不同的产品 例如是一些功能性的食品 或者非允製品的产品 令植物食品更普及 有线新闻 欧俊希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